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22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1个是郑州水退 六问真相 第2个是恒大集团这次扛得过去吗?第3个是吴亦凡的麻烦还没有完 我们今天先讲第1个 河南省印机管理厅7月22号公布 16号以来强劲造成河南全省103个县市区 300万人受灾,死亡33人,失踪8人 那么昨天他公布的数据是25人死亡,7人失踪 那么当然这个数据肯定是不真实的,因为 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数字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 那么也就是说政府在隐瞒这个事实的真相,或者是隐瞒这个死亡人数 现在目前最关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郑州 郑州龙海路 京广北路隧道 这条隧道有5公里长 双向6车道,那么这个隧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郑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通道 那么7月20号下班高峰的时候 那么这条隧道里面全是车,而且当时在堵车因为下雨 那么泄洪的巨大的水流突如其来,两分钟不到的时间 隧道就已经被淹没 那么车里面的人根本来不及逃生 所以当时正在堵车 有网友估计这里面有大概有五六千辆车 至少有三四千人没跑出来 就这一条隧道 那么 现在水已经退了,那么隧道的这个出入口的闸道 上面就是还没有进入隧道,或者是已经出来的一部分 恒吉苏邦躺着各种各样的车,这个车辆当然是被水淹过的车辆 那么路边也挤满了这些围观的市民 网友说那个郑州的警察 不让市民靠近这些车辆 这些车辆里面都有司机,也都有乘客 那么我们看到的视频显示 当时隧道的水是从上面往下冲,水流非常的急 但是隧道还有大量的车辆在拥堵在这个隧道里面,当时就有些视频 那么另外一位网友说 说这个刚刚从 刚刚参加志愿者回来 好几条隧道和一条地铁被水灌了 我参加了 京广路隧道救援 一条隧道就有几百辆车,这个网友说是几百辆车 被堵在隧道里面 几百辆车的上面有上千人,自救出来的 寥寥无几 那么被困 被冲走的难以统计 我自己保守估计 估计死亡加失踪的四位数以上也是过千人 他说愿逝者安息 那么这是其中一个网友的估计 参加这个 参加那个 叫什么,参加这个志愿者的一个网友 那么网友流水,流水发了一个这个微博 发了一个推特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有道理 六问责 六问 他这么说,他说 河南省官方通报25死7次中,我有几个疑问 那么第1,郑州气象台 从7月20日早晨6点多 发布当日第1条暴雨红色预警 直到傍晚6时 郑州气象台总共发布7次红色预警 按照规定,红色预警应该停工停学停运 政府为何不依法宣布 停工停学停运信息 如果地铁及时停运 及早关闭入口,不会造成五号线惨烈的遇难事故 对此 郑州市 郑州市委书记和市长 应急部门和地铁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 违法责任 郑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应引咎辞职 并追究刑事责任 第2 25人当中除地铁五号线遇难12人以外 其余13人在何处遇难 如何遇难 第3,失踪7人 有何身体特征 在何时中为何不公开详细信息 第4,为何郑州市内 消防、武警、驻军迟迟不出动 到五号线救援 当时 多个当事人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发布消息证实 他们在五号线 车厢 死命等待三小时才获救 按常理 一个小时内铁路水淹信息 足够层层传递到郑州市委 河南省委 乃至中央 可为什么上述救援部队 救援主要队伍迟迟不出动救援 谁对此负责 第5 地铁公司接到红色预警 首先 交通部门为何不下令停运 其次地铁公司为何不在地铁口 加装挡水墙 期间足有十多个小时完全可以避免人祸发生 第6 政府哪个部门 哪个公职人员在制造郑州水灾百年不遇千年不遇 和五千年不遇的 谎言和谣言 仅拿出百年前千年前五千年前的水文资料 依法追究政府造谣者 流水说 郑州32人遇难 包含7名失踪 事故 与白云 越野赛冻死21人极为相似 当地气象台多次发布暴雨和极端天气预警 政府不尊重科学 领导失责 未能及时发布 停止信息 其次 灾难发生之后 消防 武警 军队 延迟救援 长达数个小时 丧失宝贵的黄金救援时机 这是 这是流水 流水先生的责问 6个问 然后地铁公司 郑州地铁公司22号通过微博 发布 发布说 7月20号郑州市突降罕见特大暴雨 造成郑州地铁五号线 五龙口停车场 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严重积水现象 十八时许 积水冲垮 出入场 出入场线挡水墙 进入正线区域 造成郑州五号线 郑州地铁五号线 一列车在沙口站 海滩四站区间 破停 500名乘客被困 在地铁员工应急救援队 公安干警 解放军指战员 义务救援队 及热心乘客的共同努力下 共解救乘客500余名 十二名乘客 即 抢救无效 不幸罹难 五名乘客送院观察 声明体征稳定 这是个非常无耻的声明 公告 第1个 他们完全不内疚 死了12个人 5个人受伤 他们完全不歉疚 一点道歉都没有 第2个 500余名 什么叫500余名 多少人就是多少人 他连这个数字都搞不清楚 他都不愿意讲 说明什么 说明他完全没有诚意 这是郑州地铁 然后地铁内部人员 发微博 发推特 他批评 怎么说 他说 地铁的工作人员 在推特上这么说 他说 现场决策领导不了解现场情况 处理不及时 从水开始倒灌进轨道行进区 到莫过鬼底 到莫过鬼面 到不能行车 到触网必须断电 到莫过疏散平台 到求生无望 整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发生的 中间有时间 有很多的机会 决策者没有把握 犹犹豫豫豫 当调度 就是地铁的调度 没有把车扣住不放 不放进区间 就是调度如果不把这个车 放行 让他扣住 不让他出去 当司机 当班司机 没有第一时间开门疏散乘客 到平台组织大家逃生 大家都规国矩矩 不越雷池 不犯错误 一片祥和 都杀人犯 整个事情匪夷所思 为什么车会在区间里 区间就是行进的路途 为什么水到头了 水都到头了 车门还没开 天灾固然发生了 但不是没有预警 各怀鬼胎 都抱着侥幸心理 人祸一定是主要因素 视人民的生命无误 视国家的财产如粪土 势力不给下命令 就坚持运营 不背锅 现在好了 带着愧疚活一辈子吧 这就是地铁自己工作人员写的文字 非常有力 有几个官方的数据 一个是中组部 中组部7月22号说 他们从中央管理的党费 拿出2000万元 用于支持 防汛救灾 中组部强调 这笔党费要及时拨给基层 用到专款专用 这是中组部 要中组部拿钱 那么 应急部跟财政部拿多少钱 拿了6000万 那么中组部拿2000万 看来党很有钱 然后呢 国家防总 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秘书长 应急管理部的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 周学文带队 21号到达郑州 21号才来 现场指挥国家主义水库 和常庄水库险情处理 为什么要处理这个 处理这两个水库 处理这两个水库 保证什么呢 他这里面说要保障郑州城区 这是胡扯 郑州城区已经被淹掉了 重点其实讲的是南水北调工程 要保南水北调工程 就是这个叫什么 房总秘书长 就是来郑州来干这个事情 人命不重要 重要的还是要保工程 好 我们今天这第1个主题 我们就讲那么多 第2个呢 就是恒大 恒大呢 最近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7月19号 无锡中级法院 公布民事裁决书显示 广发银行要求冻结 被申请人宜兴市 恒郁置业有限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银行存款1.32亿 或者查封 扣押等值的财产 那么这次诉讼的是 诉前保全 他是要告他 告他之前要先把等值的财产 这个冻结 那么这是紧急情况 所以 这个法院是支持 无锡中院是支持这一请求 那么恒大呢 向法院申请复议 但是申请复议呢 并不停止 裁定的执行 也就是说 这个广发 广发银行 向法院 冻结了1.32亿的这个资产 恒大的资产 这件事情闹得很大 那么恒大呢 今天就宣布呢 我们已经搞定了 这个债务纠纷已经搞定了 他说这个广发银行跟恒大 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今后将继续合作 然后恒大股价就涨 然后这个 但是呢 那么本周呢 恒大股价已经跌了19%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最新的消息 香港汇丰银行 暂停为恒大香港 恒大香港 恒大在香港有业务 有楼盘 恒大香港没有竣工的两个楼盘 提供按揭贷款 有两个楼盘 就是 那么恒大的资金链的问题 开始产生具体的影响 很多人都在问 恒大这次能不能扛过去 毫无疑问 恒大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恒大现在迫切的问题是减负债 如果按照正常的 正常的经营环境 如果市场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恒大如果不断的减债 就卖楼减债 卖楼减债 那是能够生存的 不过呢 恒大现在有两个问题 第1个问题是 去年12月 那么针对开发商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针对开发商设定三条红线 那么要求去杠杆 要求这个房企三年之内 满足这三 三条红线的规定 这是对恒大来说是一座大山在头顶上 第2个呢 是今年1月 1月这个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 对这个银行实行房地产 房地产业务集中度的这个限制 也就是说 一方面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 其实这两个部门 这一头去控制开发商 的负债比率 这头去控制金融机构 包括银行 针对房地产业务的贷款 规模 这两头一控制 进入房地产行业的资金就开始减少 那么恒大这个筹集资金 你想一下 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的行业 全靠钱 没有别的 房地产行业 就是看钱 那么恒大现在呢 要做 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第1个 如果你 降低债务最 快捷的方法是什么 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 尽快的卖楼 这头尽快的卖楼 这头尽快停止拿地 拿地你就买 买地 你停止买地 钱就不出去 加快卖楼 你钱就进来 不出 光进 你债务就会下降 那么恒大今年上半年 就是买地的金额已经跌到了100米以外 买地基本上是开发商的头等大事 为什么 因为你手上握着的土地 就是未来的业务增长 如果你手上没有地 你开发商基本上你就没有未来 所以开发商买地是一个 对他们来说是抑制不住的 这个动力 但是 恒大 整整半年 没有买地 说明什么 说明他资金缺口非常大 他没有能力了 这是一头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 恒大卖楼 恒大曾经听 六五折卖楼 现在呢 上面不让他怎么办 怕把这个 房地产给 房地产这个楼市给 冲垮 但是 但是 你把恒大逼急了 恒大 也不好说 谁把谁堵死都不好讲 这是第1个 第2个 借新债还旧债行不通 为什么 本来呢 我负债率比较高 那我有些债务到期 我去借一些新的债 把旧的债还掉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但是现在恒大因为三条红线 恒大这三条红线全过 恒大三条红线一过 那么恒大就不能再借债 按照这个 按照这三条红线的规定 任何银行不能借钱给他 所以借新债还旧债的可能性就 就没有了 恒大就这条 路给堵死了 那他只能靠自有资金去还到期的债务 你想想这是非常困难 这是第2条 第3条 那么现在的这三条红线包括什么 包括 包括这个有息负债 就是我要还本付期的负债 这个恒大就想了一个新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就是利用上下游供应商的无息票据 票据 那么 就拖 就是 尽量的拖供应商的票据 能拖多久拖多久 然后再把这个作为短期的这个无息资金的来源 那么这个商业票据算不算呢 现在还没有定 但是呢 也知道这件事 也知道这件事 要开始针对这个情况 这是第3 第4个 恒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2020年恒大的年报显示 它的负债是7165亿 数额非常大 但也不是 并不是解决不了 就如果他真就 真的是7000多亿的债务了 对恒大来说 并不是解决不了 恒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恒大的问题是表外负债 什么表外负债 叫 民股实债 很严重 什么叫民股实债 他本来 恒大借不到钱 银行不借钱给他 那么各种融资渠道都堵死 那他怎么办呢 他就这样 他有很多公司 很多项目公司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公司 他怎么办呢 他就把这个项目 我这个项目 我占100%的股权 我把40%卖给你 卖给你 然后呢 承诺两年之后 我用 比如说我 100块钱卖给你 我承诺两年之后呢 120块钱 买回来 这叫什么 看上去呢 这是一场股权交易 我 大家只看到了前面那个合同 这个合同讲什么呢 我把120 把这个40%股权用100块钱卖给他 但是我签 再签另外一个合同 同时签的另外一个合同是 我两年之后 用120块钱买回来 我只把前面那个合同给大家看 后面这个合同不给大家看 大家以为这一场股权转让 其实不是 这是个民股实债 我只借了他 100块钱 还120块钱 是这个意思 那么民股实债 另外呢 房地产开发商有一个会计制度 这个会计制度就是销售 卖楼花 我们叫卖七房 北方叫七房 南方叫楼花 楼花 就是房子没盖好 我先把房子卖给你 然后等房子 盖好之后你再交接 这叫楼花 卖楼花的钱呢 就不能算是销售款 算什么呢 叫合约负债 这个合约负债只能当做你的负债 不能当做你的收入 因为你合同还没有执行 那么 大家想一下 就是说 因为你不能并表 所以这个合约负债呢 就会很小 什么意思呢 你想一下 这家公司60%的股权 我只有60% 我就没办法并到恒大的这个总账里面来 恒大总账就不反映这个收入 那你看一下 比较一下 恒大 去年 他的合约负债是多少 1857亿 他的收入是5000亿 中间有一大块没有了 这大块是什么东西 这大块就是合约负债 为什么没有了 因为这部分是什么 这部分他已经拿去做这个 民股实债 那么对比碧桂园 碧桂园的这个合约负债是多少 6956亿 去年 收入是4629亿 所以他合约负债要比这个收入要多多少 多50% 但是恒大的合约负债只有1857亿 收入是多少 5000亿 理论上来说 他应该有7000亿的合约负债 但是他只有1800亿 说明他有非常严重的 民股实债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其实 所有的人都搞不清楚 恒大集团 到底借了多少钱 没有人搞得清楚 那么 去年下半年 恒大曾经这个甩卖 卖得非常的 最 最低是68者 最低是68者 去年恒大的利润是300多亿 那这一次呢 7月1号中共百年党庆 恒大的老板许家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而且 晒制拍 这为什么要这样 很多商人都上天安门城楼要晒制拍 显示他仍然受到弃重 显示这个政府仍然 接纳他 没几天 彭博社就报道说 彭博社在7月9号就报道说 说6月末 其实呢 许家印被这个监管部门约谈 要求他 考虑引入战略投资者 解决恒大的债务问题 那么 以免对这个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许家印当时回应说 他正在寻找解决方案 另外呢 又说呢 5月份 监管部门曾经要求许家印出售这个资产 尽快的降低债务 之后这个金融稳定 金融稳定委和发改委 金融稳定委的官员 也约谈这个许家印 要求尽快解决这个债务问题 这是目前 整个集团的这个问题 但是整个集团的问题 严重吗 其实蛮严重的 但是没有 其实真正严重的问题不是在今年发生 是在去年发生 去年恒大遇到了一个过不去的卡 这过不去的卡是 大概是1300亿 1300亿的战略投资对赌协议 他跟战略投资者签了一个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是今年1月份到期 就是恒大地产 恒大地产要上市 但是上市了没 没上市 没上市这个1月份要到期 所以去年9月份 去年9月份恒大 恒大集团 就 就写了封信 这封信就流传出来 这封信是8月24号恒大集团写给谁呢 写的给广东省政府 题目叫关于恳请 支持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报告 那么这份报告其实就是在讲 讲这件事情 就是 上市公司叫深圳特区 房地产公司 简称叫深圳房 那么跟恒大地产 重组 怎么个重组法呢 就是 恒大地产 恒大集团把恒大地产卖给深圳房 然后恒大集团 在收购 深圳房 就是 恒大集团把他的恒大地产 这个公司卖给这个深圳房 然后恒大集团在收购深圳房 然后再用 相当于借深圳房的壳 把恒大地产装到壳里面上市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当时呢他为了融资就把这个项目呢 找了一堆这个战略投资者来 总共有多少?1300亿 这1300亿上市 那么当时 应该跟这个深圳市政府这方面都谈得差不多 应该是谈好了 当然 党的事情 人事总是会变的 这一搞呢 就没搞成 拖了三年没搞成 没搞成 9月份到了8月份一看 1月份就到期 战略投资者 其中呢大概是应该700个亿已经搞定 剩下什么?剩下500多个亿 500多个亿 将近600亿 没搞定 那他就要想 这600亿如果 如果他还上不了市的话 那恒大不是恒大地产的问题 是恒大集团可能资金链就断 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现在的情况是 他如果整个恒大集团资金链断 那就完蛋了 所以他就写了封信 给广东省政府 这封信呢就讲 讲这个情况 他说呢 说了几件事 第1个 说这个 当然讲的主要是讲的资金链的问题 第2个 恒大地产资金链断裂将导致恒大集团无法偿债 引发 系统性金融风险 然后他就说 他说截止 6月30号 去年的6月30号 恒大集团的有息负债是8000亿 8355亿 涉及的金融机构是128家 借款余额是2223亿 其中境内是171家 借款的余额是2100 2163亿 那么有什么呢 有民生银行 农业银行 折商银行 光大银行 工商银行 中信银行 等等 那么还有 信托 信托是山东信托 外贸信托 中行信托 中信信托 那么如果 恒大地产不能够按时重组 那他引发的金融危机 就会影响这些企业 影响这些银行 然后他还说 第三 他上下游 上下游的合作企业 8441家 如果恒大地产资金链断裂 直接影响上下游企业的正常经营 甚至有些企业会破产 造成严重的金融社会 造成严重的影响 第4 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 他就讲到了影响 他说这个恒大集团有792个项目 覆盖229个城市 再建工程是1.23亿平方米 员工14万 解决就业是317万 如果地产 恒大地产 引发这个 恒大集团陷入危机 将直接影响 331万人的稳定就业 然后还有61万套 商品房交付 有200万业主面临烂尾和无法收楼 影响社会稳定 还会引发这个维权等等 这封信一下来 这封信一下来 那这就是基本上就是 这叫什么 这叫 这叫威胁政府 这叫威胁政府 那么 最终 这封信之后 广东省政府有没有帮助他把这个深深房子完成的重组 并没有 并没有 但是呢 应该是政府出面 帮助恒大搞定了什么 搞定了战头 就是 反正你的理由是你不搞定这个重组 那你就会被这个战头要求你这个 还钱 还不了钱你不就资金锻炼 好 那我就跟这 这些战头说 你们别去追许家印了 战头你原来就 债转股吧 原来的债务就转成股份吧 政府一施加压力 这战头就乖乖就犯 乖乖就犯就这些 1300亿全部都债转股 债转股 许家印就过了这一关 这一关 许家印过了这一关 另外一个人 这其中有个战略投资者 积极举手 说我们支持你 是谁呢 是苏宁的老板 张静东 张静东200个亿 好 我们就债转股吧 他这200亿债转股 他自今就转不定 结果呢 最近这个张静东基本上失去了对这个 苏宁集团的控制 所以他 他一举手 结果他自己 搞不定 把这个张静东自己把自己给搭进去 但他也是没办法 政府一张嘴 他也扛不住 那么为什么我认为 就是这封信 对这个恒大集团 是恒大集团命运的分水岭 为什么 第1个 这封信影响非常大 这封信是有政治影响 一般来说 这个 中国的商人 一般来说是不能够威胁政府的 你想你是谁呀 你去威胁政府 但恒大 恒大以他现在的规模作为 作为本钱 跟政府谈判 那基本上就是 这个威胁政府 所以你要是不帮我搞定这个事情 那你会面对政治后果 但实际上这封信你写出来 恒大就要面临政治后果 严重的政治后果 因为你在要挟他 为什么说他也会产生政治后果 后来 应该是去年年底 还不知道今年年初 人民银行继续找什么呢 找恒大的债权银行 好 你们 这200家银行 具体数字我不知道是哪多少家 你们这几家主要的银行 大银行 负债比较高的银行 那你们过来过来 你们就做一次压力测试 万一这个恒大 倒闭 你们会不会 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给我 把这个 结果测试一下 人民银行做这个动作肯定是什么 就是为恒大 做什么 做预案 也是反映什么 反映人民银行对恒大的态度 这就是个态度 非常重要的态度 所以第1个 这封信产生了 严重的政治后果 他本来想 可能 政府可能想救他 你都救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挟我 我怎么救你 这是第1个 第2个 房地产行业 现在房地产行业已经 不像原来那么受宠了 那么 人民银行也好 银保监会也好 都把房地产业 当做什么 当做金融风险的 测源地 那你想 他都是测源地了 他肯定不待见他 所以地产行业的这个 这个性质发生变化 这是第2 第3个 恒大没人托底了 没人托底 在中国经商 你要做到恒大的规模 你没人托底 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这是非常危险 我为什么讲最近有问题 最近恒大会有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看到 一个像什么 像这个汇丰银行不给他 没有建好的房子 不给做按揭了 比如说这个广发银行去冻结他的资产等等 这些动作是什么意思 这些事件发生的意思是什么 很多人讲这个中国人爱面子 中国人爱面子有道理 中国人天生的欺软怕硬 或者是 有些人持强凌弱 或者是欺软怕硬 中国社会一向就是丛林法则 就一看这个人很强 那我得让他三分 让他三分 不仅要让他三分 还给他三分favor 还给他面子 给他好处 时不常送点礼什么的 万一有什么事呢 所以呢大家一看 这个你的架子很大 很强大的样子呢 是会得到实际的好处的 我无端端可能有30%的利润来自于这些送礼 非常 非常大的可能性 所以面子是有价值的 有影响 但是一旦你面子没有的时候 你看大家觉得你不行了 你就麻烦了 那你的后院的那些柴火可能就被人搬走了 你放到那儿 本来没事的东西全部都不行了 可能会有人偷你的 可能会抢你 甚至有人就 不给你面子 一不给你面子 那可能你很多条件 就拿不到原来的好条件 明明是可以给你 两厘利息的 就非得要你三厘 你不给他三厘 你还真拿不到 所以付出的代价和成本会很大 所以面子 面子在中国 面子跟理子互为理表 它是因果 因果关系 没有面子就没有理子 不要以为很多人打肿脸 打肿脸充胖子 没有道理 是完全有道理 你可以看到这一系列迹象表明 表明什么 表明恒大已经没有 已经很多人不给他面子了 当他没有面子的时候 他理子就要完蛋了 这就是中国的生意的样子 所以恒大这次 麻烦大 能过这一关不容易 这是 这是 哎呀 这个时间又过了 我们还讲不讲吴亦凡 吴亦凡 我本来不想讲 只是我 前两天我看了一下 简单说一下吧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今天发这个通告 他说针对都美族通过网络反映受到侵害 和吴亦凡报警 被称被敲打勒索的情况 公安机关介入调查 通过 讯问嫌疑人 讯问当事人 走访证人 调取书证 固定提取电子证据等工作 初步查明有关事实如下 那么第1 关于吴亦凡和都美族交往的情况 他的情况是这样 2020年12月5号 22点许 冯某 冯某是谁呢 冯某当时是这个 吴亦凡的职性经纪人 以挑选M1女主角面世为由 约都美族 女18岁 到吴亦凡男30岁 家中参加聚会 10余人共同玩桌游并饮酒 4日凌晨 从 4日凌晨到 7时许 就是从晚上12点一直到早上7点 然后其他的聚会的人都陆续离开 都美族酒后在吴亦凡家中留宿 双方发生性关系 当天下午 都美族在吴亦凡家中 用餐后自行离开 期间两人互相添加微信 12月8号 吴亦凡给都美族转账32000元 用于 网络购物 此后 至2021年4月期间 两人保持微信联系 你看通过这件事情 都美族之前在网络上发表 发表信息 说这个被 被吴亦凡性侵 那么从这个表述来看 看不出来 有这个事实 有这个公安的这个通告里面 没有讲到是性侵的问题 他是说他们发生了性关系 但是是什么情况下发生性关系 他没有说 这是第1个 第2个 关于都美族 等人发布网络信息的情况 2021年6月 都美族与好友刘某文 商议 在网络上公开与吴亦凡交往过程 以提升网络知名度 这个话一讲呢 这件事情性质就不一样了 由这个刘某文 6月2日与刘美丽同学 微博账号发布 都美族被吴亦凡冷暴力的博文 7月8号到7月11号 都美族跟进发布三篇博文 7月13日网络写手 许某 31岁 为谋利益主动联系都美族 经商议后共同策划并由许某撰写 决战等十余篇 微博文案 7月16日起 由都美族通过微博账号陆续发布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这故事显然 在这个通告当中 都美族是一个 用意很深的一个女生 她并不像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种 就是受害者 出于义愤的 发表的这个文章 第三 关于犯罪嫌疑人 刘某条 涉嫌诈骗犯罪的情况 然后是2021年7月14号 朝阳警方接到吴亦凡母亲吴某 报警 称遭到都美族敲诈勒索 当日警方依法进行了受理和调查 工作中锁定 犯罪嫌疑人刘某条 男23岁 并于2021年7月18号 在江苏省南通市 将该人抓获 经查 这个刘某条 2021年6月刘某条 看到这个都美族和吴亦凡的网络 炒作信息后 产生冒充相关关系人对涉事双方 进行诈骗的想法 其间 刘某条虚构女性身份 以曾被吴亦凡欺骗感情 欲共同维权的名誉 骗取 都美族的信任 使用昵称为DDX的微信号与都美族联系 获得都美族和吴亦凡部分交往信息 7月10日 刘某条利用获取的信息 冒充都美族的名义 与吴亦凡律师联系 以双方达成和解为名 要索要300万 赔偿 并将自己和都美族的银行账号 一并发给吴亦凡律师 同时 刘某条使用北京凡事文化传播 传媒的微信号 自称吴亦凡律师 与都美族协商 达成300万的和解赔偿 但双方未签署和解协议 故事 这个叫为什么中国作家 现在都饿饭吗 原因是什么 你看一下 就发生在中国 我们身边的这些新闻 比作家想象的还要 还要曲折吧 7月11号 吴亦凡母亲 分别两次向都美族转账50万元 中间一堆 最后 刘某条被捕 然后他对犯罪事实供人不悔 这是一个 这就是 北京公安 公布的这个情况 那么在此之前呢 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就是发布通知 通知针对这个吴亦凡舆论事件保持关注 那么要求这个 要求对这个 合约 对选演员 提出规定 其实就是把吴亦凡打入令策 这是电视剧制作协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一件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吴亦凡 吴亦凡其实前两天 前天通过微博认错 他说什么 他说 首先很抱歉 我的私事占用了公共资源 这一看就是广州人讲话的 态度 郑重的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是我没有处理好个人私事 自己的幼稚不成熟的心理欺骗你 我确实犯了很多错误 我也要向被我欺骗过 不尊重过的所有女士道歉 对不起 我将承担一切后果 即日起无期限推出 大众视野 此微博后将不再对此做任何回应 如有任何再次侵犯本人及家人隐私的行为 本人将均保留 追溯的权利 那么过去一个星期 包括LV 宝格丽 保时捷 欧莱雅等 11家公司终止了 和吴亦凡的合同 吴亦凡因为这件事情损失惨重 但是毫无疑问 吴亦凡的演艺事业是结束了 但是 他的麻烦还没有断 为什么 这个公安的通告里面 留了一个尾巴 他说针对网民举报 吴亦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 和近期网络互铺的有关行为 警方仍在调查之中 也就是说 吴亦凡的麻烦 并没有断 并没有断 这是第1个 第2个 大家看见没有 这是个暗中暗 先是吴亦凡 有人出来说吴亦凡性侵 然后网络上就非常的激烈的对抗 然后最后警察跑出来 说中间还有一个骗子 两边骗 抓了这个骗子 然后这件事情曝光之后 其实 基本上没有赢家了 全是输家 谁是赢家 吃瓜群众是赢家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鸣谢 进入互动之后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好吗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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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 台湾的新闻节目引用了王老师的评论 太厉害了 请王老师喝咖啡 谢谢 情况 坐标正轴 现在很多路面开始出现塌方 花园路上有个楼 叫兰德中心开始出现塌陷 下午再紧急疏散人群 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水泡过的路面会塌方吗 大家知道路面的下面是什么 路面下面是沙子 很多层 一般来说 路面是很多层 但是最上面这一层 它中间有一层是沙子 你如果把这个沙子冲掉了 那就会出现塌方 这就是 这就是中国的修路的方式 中国的修路方式 老实讲 是扛不住这种水的 情况 新密 巩溢 的农村出现大量失踪人员 各村都在统计失踪人员 我们不要失联好吗 失联好吗 我们叫失踪 我们用正常的语 词汇来表达 中共不断的创造新词 为什么 因为新词里面没有含义 他装上他自己的含义 失踪就是失踪 失踪就是失去联系 失去联系就是失踪的意思 但是失踪 并不仅仅是失去联系 因为在灾害之下 失踪有可能 出问题 但失去联系可能就没有这个含义 所以他用失联 其实我们应该用失踪 不知道我们最终能看到多少 是这样的 情况 刚刚通报说 京广隧道打捞起两具遗体 几千米的隧道 几千辆车 几分钟被淹没 无数人被活埋 怎么可能只有两具尸体 我不能承受京广路隧道 将和武汉万家宴 汶川豆腐渣学校一样 成为永远的秘密 我们要继续追问 直到真相大白的一天 非常对 我们要把这个京广路隧道 这件事情问到底 情绪 京广路隧道的抽水围观视频 拍摄的市民在文案上说 看到有受害者的家属纷纷在找人 评价的纠正他们 这些都是遇难者 这是天灾 我想说 不 他们不是遇难 他们就是受害者 这些平凡的 只是想下班回家的普通人 都是被杀害 因为他们 没有被通知 应该不去上班 红色预警 本来就不应该 6点钟已经红色预警 6点钟红色预警 应该通知大家不要上班 情况 京广北路隧道 京广北路隧道附近 现在已经戒严了 离得很远 不让靠近 隧道上面的高架桥也占满了警察和保安 不让行人靠近 警察很多 吸水车还在吸水 现在郑州的马路到处塌陷 出门小心 不让人看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害怕大家知道真相 没有别的原因 一发生灾害 我当记者这么多年 他们的惯常做法就把现场 警戒起来 不让大家去看现场 中共最害怕的是什么 就是真相 情况 因为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 安徽永远是那个舍脚家保大家的选择 2020年暑假是第16次泄洪 安徽王家坝泄洪后 多个村庄成为孤岛 损失高达560亿 好多老人家的田全被淹了 都是心血 无人问津 还被 还被骂安徽人穷 因为要保住上游 河南下游江苏 所以每次安徽都要牺牲 也不赔偿 所以我昨天在推测上看到有人说 为什么要悄悄的泄洪 不通知大家 悄悄的泄洪 不通知大家 就不用赔偿 不用赔偿 就省钱 为了省钱 要你的命 这就是中共干的事情 情绪1959年到1961年 饿死千万的饥荒 1975年河南驻马店的板桥水库溃坝 2019年爆发的武汉肺炎 2021年5000年不遇的水灾 还有不计其数的浩劫 全被中共甩锅给自然 或者所谓的境外势力 其邪恶与无耻 罪恶丑样 才是真正的千年不遇 愿逝者安息 幸存者得安慰 至人祸者昭天前 说得真好 情绪 中国近年来极端天气越来越平淡 和迅速的城市化进程有很大关系 以前农村发生惨剧 无法进入公众视野 但是现在发生在城市就无所遁形 尤其是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 各种信息更加容易被发现 因此更加心痛广袤的农村 沉默的乡村 是 非常惨 我告诉大家 我可以想象 我们可以想象 现在 河南的农村 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们还没有被关注 到现在还没有被关注 我怀疑 今天是22号 我怀疑现在 河南的农村是不是还 救援队是不是 进了附近的农村 观点 公务员躺平了 多干多错 不干不错 指望 城市基层会组织有效救援 那是不可能的 都在等上级通知 这就是郑州救援延误的根本原因 那还是共产党的问题 情绪 正在发 正如发推特的那位地铁工作人员 地铁 铁路等体制内单位 还有一些基层工作人员是有人性的 私底下经常批评体制的问题 但是当领导的基本 基本没有好东西 甚至领导这个词 快成贬义词 看来要当好人就不能当领导 非常对 你要做好人就不能当领导 为什么 你看到选拔机制你就知道 当领导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要有关系 有关系才有人提拔你 没有关系怎么上得去 那这个关系怎么来的 有些是天然的 亲戚 亲戚也得走关系 第二个就是营造出来的 叫钻营 那么一个天天在钻营的人是什么好东西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还有一个 做领导要强调什么 强调党性 党性是什么意思 党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 一句话 就是听党的 听党的呢 党让干啥就干啥 党让干坏事就干坏事 所以有党性 自然就没有人性 你说什么好东西 提问 中共宣传机器给我们洗脑的结果是国内新闻永远不关注人命 水淹城市他们给我们事件的理解 是共和国输血动脉堵塞了 要尽快的开通它 我以前在国内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 请问王老师 中共在这里是通过怎样的洗脑 让我们觉得它说得对呢 那很复杂 这是一个工程 它需要一个非常 庞大的系统工程来洗脑 我们之前是有专门的视频 你可以去首页 我们频道的首页 有个经典视频 那个栏目里面有 往前翻 尽量往前翻 你能找到关于洗脑 或者是搜吧 搜洗脑的这个视频 这个我们有专门的节目讲 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吗 观点 其他国家失踪 大部分是指一天左右 在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人 在警方尚未确定该人状况下用个词 在中共变成了粉饰太平的 太平的屁话 失联 观点 根据现在中国政府的应急能力 和去年冬天北方供暖各种人祸 以及国内煤炭的供应危机 全中国的居民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异常气候 现在中国社会强险救灾 以形同虚设 最恶毒的是政府在隐瞒危险 并压制民间的呼救 和揭露真相 人民不但要面对可怕的天灾 还要面对政府的封锁 非常对 观点 这次郑州的水灾 完全体现了中共体制的低劣性 在台湾就算是台风尚未抵达 只要雨量与风速超标 所有 灾害抢救相关部门 就必须派人员进入灾害应变中心 随时应变 即将到来的灾害 而所有抢救相关人员都会被告知 要做好随时停休 回到抢救单位的准备 媒体随时跟进灾害发生的情形 别说有人死亡 只要有人在灾害中受伤 媒体早就大幅报道 所以我经常讲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 第一 他的国家特征不是很明显 他不太像一个正常的国家 所以他国家特征不明显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一个国家的宪法不会改来改去 中共改了多少次宪法 这是 宪法史上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所以 中国的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国家特征不明显 这是第1个 第2个 刚才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 就说 中国的这个 一方面他的国家特征不明显 第2个 他的国家的形态 他的国家的这个 这个有效性不足 就说 他和我们现在的一个 正常的现代国家 非常的远 他更像是什么 他更像一个封建王朝 只不过呢 他那是高楼大厦的样貌又是一个现代的国家 你看到现在的城市 但是他的国家的特征 离一个现代国家是很远 就这两个 情况 在大陆最惊讶的就是台水系统 实在太差 我们公司旁的新盖小区很漂亮 但只要一下 下一小时的大雨就可以淹到膝盖 雨后去看100公尺一个排水孔 水孔有些还是做样子的小孔 前两个月就有三小时降雨 2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 台北顶多就低洼街区烟道膝盖 情绪 每逢重大事件就是一堆辟谣和通告 现在习的政策下没有真正的媒体都是宣传机构 只能靠自媒体和私底下传播信息 搜辟谣两个字 这几年明显高频词汇 说明官媒所谓的辟谣需求特别强烈 坐实了 这是一个毫无新闻自由的国家 只有个人利益和公权利益的博弈 情绪 河南是产粮大手 这次河南大雨 看看CCP秋天的时候还敢不敢说今年粮食大丰收 他已经宣布夏粮丰收了 这次他还会宣布秋粮丰收 我们看吧 情况 关于救灾捐款 一切言论都被严密控制 今天在知乎发了一个吴宗献采访李敖 关于强调政府 救灾责任的视频 结果被封号 观点 中共很喜欢跟全球吹嘘 极权统治效率高 真相是 极权统治下 上面的人没下命令 下面的人即便担心 甚至 知道会出人命 也不敢 也不愿 自行判断 采取必要措施 如停驶地铁 过去100年 民主国家大多数活得好好的 而极权国家 甚至连纳粹德国那么真正高效能的政权 也终究瓦解 原因很简单 极权国家没有改正错误的能力 一旦走向错路 只能一直 一条路 走到死路 走到尽头 观点 吴亦凡的事件 骗炮的上了一个骗流量的 又来了一个搞钱的骗子 全露馅 渣男渣女遇上犯罪分子 还不好说 我们吴亦凡这件事情 还不能下结论 为什么 这里面还有一些事情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 不要那么快 大家记住 我们在看娱乐新闻的时候 不要那么快 不要那么快下结论 为什么 娱乐界的特征是什么 娱乐界的特征就是包装 所有的事情都讲究包装 那么在包装之下 真相会 你看到真相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娱乐新闻不要那么快下结论 我们只是这个阶段 这个公安出来出公告 公安是这么说的 我们先知道这些 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 先不下结论 观点 吴亦凡恰好是娱乐圈的代表之一 韩红以前就说过 中国的艺人好多都是吃喝嫖赌 虽然好莱坞的明星有些私生活不那么好 但是绝大多数是全世界 都是全世界做慈善帮助他人 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 就会有两个不同的 不同的名人 老实讲 你在西方国家 演艺圈 和体育 这个我们叫娱乐明星 和体育明星 对小孩子成长 的影响 远大过政治人物 他可以知道体育明星 他可以知道这个Big Star 他可能不知道他的总统是谁 这都可能 中国正好相反 说明什么 说明政治在中国是必须的 一个好的政治是什么 一个好的政治就是你可以不理他 一个坏的政治是什么 一个坏的政治是你不理他 他会理你 观点 全色交易在这个社会到处的是 踏足于此 无一人倖免 就和王先生最后的总结一样 最后就是吃瓜群众一笔谈资罢了 观点 很多女性被性侵后 都会被施害者威逼利诱 和各种哄骗 有的就不了了之 所以第2天吃饭 接受礼物 都不能说明性侵不存在 非常对 观点 首先 都美族是否动机不存 并不是这件事情的重点 这件事情的重点在于是否存在与工作为由诱骗女性 其次警方通报问题很大 通报应该强调事实 比如双方发生性关系 是否女方自愿 女方是否意识清晰 意识清晰 而警方却用流速发生关系 第2天吃饭这些字眼 其实是在引导舆论注意力很脏 非常对 我刚才忘了说这一点 警方用这个字眼 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 看上去好像 讲事实 但是 讲这个事实本身 他是在引导舆论 因为他讲这个事实本身呢 只讲了 因为这个事实的组合是对吴亦凡是有利的 那么中间 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所以我讲 不要那么快下结论 警方出公告 我们也就是看一下 我们也是知道这些 警方这么说的 观点 我在国内一家省级新闻中心工作 出了事之后 我们媒体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怎么围绕着省领导报道 所有的重点是领导为核心 至于事情本身的情况都是次要 马克思主义新闻官教导我们 政治家办报 在坚持事实的同时要注意舆论引导 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事实就是事实 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 我上新闻学概论的第1天 老师在黑板上写的第1句话就叫 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 党的喉舌 当然讲党的话 跟事实有关系吗 他说 在坚持事实的同时 这是骗人的 这是屁话 重要的是引导舆论 观点 最不适应的是 居然没有一个紧急应变中心 和指挥官的配置 没有新闻发布会 公事处理进度 调度各方资源 眼见的几乎全是微博上民众的自救 民间的援助 政府到底在哪里 难受的是 我感到民间的力量巨大和自发性 但中共竟然恐惧这些力量 不能纳入体制内应用 民间的自发力大吗 不太大 老实讲 中国的自组织已经完全被摧毁掉 这种没有自组织的自发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尽管如此 中共仍然很忌惮这种民间力量 为什么 因为它是独裁政权 情况 因为业务需要出差河北张家口 从当地客户处了解到 当地政府要求他们 购买地方债 五万单 八万不等 必须买 没钱 观点 最近美国在查 疫情溯源 有人想狡辩说中共当时没有隐瞒 肺炎疫情 没有决策错误 没有 措施防堵良机 麻烦请回去看看王老师 2020年1月4日起讲的肺炎主题节目 记载详细且真实 当时王老师都比湖北省长还关切疫情 谢谢 提问 国内现在天天在小区门口广播打疫苗 如果疫苗不管用的话 背后就算能挣到钱 就算都接种了 也不敢开国门 到时候人家国门都开了 我们还是不敢开 开了不就完蛋了 王老师我真不想 我真想不明白他们到底涂啥 涂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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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这个领导一句话 能顶回去 就是这个 提问 坐标降书 现在南京Delta变种病毒太厉害 但是国家迟迟不让辉瑞疫苗上市 请问王老师 中共到底 涂啥 涂钱 还是那句话 涂钱 你看不懂的大底 你看不懂的事情 背后大部分都是跟钱有关 提问 我朋友在高校当老师 最近他接了学生的政治工作 也就是洗脑 他的观点是 我不去洗 别人也会洗 我洗的还可以轻一点 我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更多的道德教育 还不是洗脑 但是我害怕最后他被反噬 因为或多或少讲一些骗人的话 讲久了真的有点担心 请问王老师我是否该劝劝他 难 劝他 你可以劝他轻一点 轻一点 但如果太轻的话 他会被干掉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